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血脚印 血脚印 我分头找 好 向阴天虽然受了重伤 但是阴险狡诈 你还是要多加小心 水 你还是要多加热 你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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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儿 洪雪 怎么样 发现向影天了吗 没有 连美营也不见了 只留下一单血 原来傅洪雪也已经发现 向影天还没死 我这边也没发现什么 那我们继续往前查 这边我没发现什么 我们走另外一边吧 好 谁 五千 怎么会是你 叶开 我们 我们是 你们也怀疑向影天没有死 只是只是怀疑 你们来找向影天寻仇 为什么不找我呢 这个因为 因为 是我告诉他们的 在你知道之前 我就告诉了叶开和你的母亲 我要他们到这里跟你会合 没错 都怪我 又来晚了 不 是怪我发现的太晚了 母亲 孩儿不孝 竟然 别说了 现在最要紧的是 赶快把向影天那个奸贼给抓到 是 我们刚才 在这里发现了向影天的脚印和血迹 可是到这附近没有了 我们再仔细找找看 好 沿着血迹找 不怕找不到 嗯 谢谢你 嗯 嗯 你们看 这血脚印都在这里不见了 奇怪了 人不可能凭空消失啊 这附近一定有暗门 我们再找找 我已经知道了 我们再找找 我们再找找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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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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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雪 叶开 芯儿 你可大象 秘影的规矩 原来夏应天是从这个密道逃跑的 难怪血脚印在那头就突然不见了 现在怎么办 你的妻子现在人在下面 万一 向阴天这个老贼也在里面 向天即使没死 也身负重伤 应该伤不了明远心 我去拿茶药 把它炸开 你的妻子 那是我的王后 我自己去救 我记得刚才明远心 就是按这个机关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非要弄脏我这个地方不可吗 除了你这里天地虽大我已经无处可去 如果要是我的话就在诸天大会上灰飞烟灭一死百了 如今已经成为拜北之寇 还要苟延残喘 你不觉得活得苟且吗 我就算苟延残喘 我也要来问你 为什么这么狠心对我 你就只为了我这一句话 就费那么大的力气流出一口气 我真是感到受宠若惊啊 这二十几年来 你一直对我冷淡至极 但我相信我只要等候 终有一日 就算是同情也好 你也会对我展开一丝笑容 没想到 没想到 我会指证你是吗 你不是指证我 你是背叛我 背叛 我们从来就没有结盟过 我也从来没有答应过你什么 何来背叛之说 我心里清楚得很 二十几年前 你除了 可是你很清楚 她风流成性 她不是一个好丈夫 你却容忍包庇她 轮不上你来评判她 不管我们过了十年也好 二十年也好 这一辈子 她是我的丈夫 她只能是我一个人的丈夫 你疯了 原来二十年前你就疯了 难道你从来就没想我们可以 杨夫人 那好 我告诉你 我想过的 只是我怎么杀了你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就是想要杀了你 是因为时机未到 所以 我才苦苦等了这二十多年 所以你就假借傅洪雪之手来杀我 既然你背叛我 就算我今天要死 我也要得到你 杀 杀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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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向应天 为什么拼此也要去找杨夫人 而杨夫人又身处在云天之巅的禁地 向应天 公子羽 杨夫人 他们三人之间到底藏有多少秘密 疼了吧 我轻点 好了 谢谢你 应该道谢的人是我 如果没有你的吉事相救 恐怕我现在已经死在天女飞丝之下了 你笑得真美 你刚从鬼门关逃过一劫 居然还能开玩笑啊 所以说我命大嘛 我跟你说 那个看起来娇柔的杨夫人 难道会天女飞丝 不不可能 不无可能 可是在我父亲留下的名谱上 曾经提到过杨夫人不是武林中人 而且也不会武功 真是奇怪 我要是找老婆 就找一个像你这样的 不但美貌 而且武功高强 我已经有夫君了 我已经有夫君了 不过我相信 你喜欢的女人啊 很快就会出现 嗯 高大威武的贺连鹏将军是我 矮小的雀奴也是我 这么多年来没人见过真正的我 你知道吗 我多想和正常人一样 光明正大的站在别人眼前 可是没有一个人 肯用正常的眼光看我 我只好躲在铠甲里面 本打算就这样 躲一辈子不出来 可是 我有渴望 让你认识真正的我 你不再与向一天勾结 我就答应你 做你一辈子的朋友 来 拉勾勾 我个子爱 正是生理缺陷 可我也是男人 不是小孩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对不起还不行吗 其实啊 你笑起来的时候 挺像个纯真善良的孩子的 你不嫁给我当王后也可以 我希望你 能和我成为永远的朋友 嗯 对了 有时间你来西域楼兰国 一定要来找我啊 嗯 一定会的 好 我们家乡 很美的 尤其是又大又圆的月亮 你肯定喜欢 等以后有机会去楼兰国 我一定去找你 到时候 咱们两个人一起去看月亮 真的啊 嗯 来 拉高高 好 一言为定 嗯 哎呀 你这 这 好好地路不走 为何要从这无奇马黑的地道出去 啊 因为傅宏雪 会在地道那头等我 你确定 当然了 我不脱离险境 他是不会离开的 我不信 我没有要你相信 我相信就够了 哎 哎 你等等我 喂 你等等 快点 哎 哎 哎 你真的确定要这样做 光找这些炸药就花了不少时间 万一连这招都不成功 一定会成功的 我有信心 我有信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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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熙儿 熙儿 你们说 我没事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 果然被你料中了 这小子真是不离不弃啊 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是从那个 他是从另外一个通道进来的 你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下密室 他也觉得向寅天没有死 所以今密道一看究竟 这么说 你们遇到向寅天了 向寅天他 好吧 你跟他们说 向寅天就算在密道里 也应该离开了 现在唯一能确定的 就是向寅天没有死 他会死的 那边的密道我都看过了 没有发现什么 可恶 向寅天这狗贼 早为自己修好这条密道 就是为了能够逃跑 他不会跑的 向寅天 你只要让他换过劲儿来 他一定会复仇 就算我们不去找他 他也会送上门来 走 好 走 走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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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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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善罢根羞的 你们以为峨眉武当的人是来救你们的吗 他们很快就会来和你们作伴了 呐 周姑娘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会遭报应的 好 太好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把最难攻克的峨眉派给拿下了 峨眉派一灭 我一统天下的美梦很快就能实现 洪化石 此次你立下赫赫战功 本座就封你为云天之巅烈焰战神 地位在四位圣史之上 从今以后你就带领云天之巅大军横扫整个中原 凡是不服从本座的一律格杀勿论绝不宽待 烈焰战神 坐前接令 走 我要的不是这个 烈焰战神 在云天之巅 你仅在我之下 这还不行吗 我要杀了明月心 我要你答应给我烈焰密集下半步 你 好 我说到做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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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 好 我爹 好 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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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着这条河流 溯水而上 应该很快就能到达云天之巅的后山 沿河没有遮蔽屋 很快会被人发现 再说像一天善于眼而耳目 不会在人多的地方出现 咱们还不如向两山之间浅进 不但可以躲避巡逻 说不定很快就可以发现像一天的踪迹 叶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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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绣的鸳鸯枕套 原来是你啊 怎么不先出个声呢 我出了声的 是你没听到吧 请你出去吧 我跟母亲谈些事情 什么事啊 你们明明在看地图 我都看到了 灵儿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赶你走 我不在乎你是不是赶我 但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骗我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也 没什么事情 总之 你向我碍事对吧 该说的还是要说 灵儿将是你的妻子 她有权知道 什么 向影天没死 嗯 那老贼不但没死 明月心还查出 她躲在云天之巅的后山 向影天跟公子羽不是死对头吗 怎么会躲在云天之巅的后山呢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向影天还真是这句话的实践者 竟然敢在公子羽的地盘养起伤来 走 我们现在就去杀了她 走 叶大哥 我们再不动手 一旦等她养好了伤 我们再要杀她可就大费周章了 可她身边还有个魅影 万一你有什么闪失 我怎么跟你爹爹交代 叶大哥 你现在知道 我为什么要瞒着你了吧 我答应过你爹 要好好照顾你 那 那我找风护雪来帮你 不 我欠她的实在是太多了 可是向影天阴险狡诈 你一个人去太冒险了 向影天身受重伤 要杀她不难 难的是 要在公子羽的境地杀她 还能安全逃离 所以我一定要跟你一起 我绝不会让你冒这个险 叶大哥 林儿 你放心 就算打不过公子羽 难道我还逃不掉吗 带你去 我反而会有所顾忌 答应我 好好地在这儿等我 好吗 好 那你也要答应我 一定平安回来 那当然 如果我回不来 你绣的这枕头 那岂不是白绣了 我可不愿意别的男人碰她 一定不会有别的男人 如果你回不来 我就一辈子一个人过 不会的 我怎么舍得 让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过一辈子 等我报完仇 一定给你做一辈子好梦 叶大哥 你千万小心 你知道 在我心里 一千个像影天 也比不上你一根手指头的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好美的地方 除了明月楼以外 这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明白了 是傅宏雪带你来的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得不承认 你是个聪慧过人 举世无双的女人 可是任何一个女人 在爱情面前都是平凡的 你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是你嘴角 那一抹舔死人的笑 说明了一切 是 我跟她的感情 是不需要通过任何言语的 对 你们之间是不用任何言语 要是用言语表达出来的 那你跟她说出来的每一句话 就都是假的 你指的是密道一事 我指的是你见到相应天 对 我是对她说谎了 但是不能不说谎 为什么 我用不着对你说谎 所以这件事情的真正原因 也无需告诉你 我只希望这永远是一个秘密 一个傅宏雪 永远都不会知道的秘密 你就是要要求谎 我去找谎 你那么想要求谎 她就要求谎 你不可以 你不想要求谎 你别说谎 我那是和谎 你不想要求谎 你不想要求谎 想要求谎 我 你不想要求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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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是难以恢复的 但是你别忘了 他身边还带着魅影 魅影还在